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Polly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了是 日期它有分成连续的日期跟离散的日期 有这样的不同 那接的话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依日期的方式 去做一些分析变化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例如说我现在有了营业额 那接着的话我把它滑鼠直过去 把order date点进来之后 我可以看到一个把连续的年 然后去做的一个营业额 到底有没有随着每年来成长这件事情 那我们每次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我在这边去做一个转换 这是一种方法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 我可以直接在这边做下拉 在我原本的栏位上面 我可以去切换 上面这边其实就是一个离散的年 然后下面这里就是一个连续的 那我们把它先切到这个连续的 这个比较有感觉 好 那我们切到这个月份的话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资料范围之一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例如说我的 我想要看我每个子类别 它随着每个月 它的变化起伏区 是有没有哪一个品项跟边部一样 那我就把我的category放进去 这是一种运用的方式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不想要用这种连续的年 我只想要看说 有没有淡忘季之分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离散 因为淡忘季的话就是1月到12月 那如果说我想要看的是 我把order day放在色彩的话 我想要看每一年它的年度的变化 是不是都有一点不一样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把order day放进来之后 我把它放到色彩 它现在的这个视图 它呈现的其实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图例 那我怎么样把它变成非连续的方式呢 因为其实它这个是用 只要是数字越大 它就颜色就越深 这其实不是我刚刚要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怎么去把它做改变呢 一样在我们的order day这边 刚刚放进去 虽然是这个结果 我可以做一个下拉 然后我再把这个年改成是 从刚刚的连续的年 改成离散的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刚本来是用蓝色 浅蓝色到深蓝色的渐层 那现在不一样 它把这四个颜色独立成四个区块 它也就是离散的一个展示 所以我们在做日期的视觉化的时候 除了刚刚来我们再看一下 第一次我们展现出来的结果是 我们把order day放进来 把sales就是营业额放进来 接着的话 例如说我想看连续的年度的一个变化 那我把category放过来 这是一种展示的方式 那接着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刚刚提到的 我想看淡忘记之分 那我们想什么时候可以去做员工旅游呢 那这个把我们的年份用离散年的方式 放进来之后 我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每一个年度的变化的状况 有没有人的peak跟扁不一样 例如我们可以来看 往年最高的 营业额最高都在11月 但是你看一下2021年 它营业额最高的反而是在12月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显示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再看到insight的一部分 那有了透过这种日期视觉化的方式 我们都可以快速的去找到比较在数字上面 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些洞见的方式 好 这个就是针对日期的一个做一个视觉化 那当然呢 你就可以搭配我们之前的 例如说 我们想要去做日期的筛选 好 例如说我们可以把order date放进来这里 OK 那你就可以去选择你的相对日期啊 日期范围 这个都是我们之前有教过的 那甚至呢 我想要去做 某一些区域的筛选 这可不可以 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又可以把它放进去 例如说 我只想要看西区 它的呃 呈现有没有跟整体是一致的 那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西区整个呈现跟 呃整体是还是有一点变化的 而且它的这个三月的peak特别的高 你看在整体的话三月没有这么高 所以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西区他们在三月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做了一些促销啊 活动啊 所以还是导致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让我们三在西区的三月 呃跟整体的的数字的的趋势是不一样的 好这个都是视觉化带来带给我们的一些帮助 好这个就是日期视觉化的一个分享 谢谢大家